前几天呢,做了一道爆辣干锅压爪爪,大家好像都挺喜欢的,不少人问能不能换成鸡爪,这不今天它就来了吗? 我已经帮你们试过了,这个做法可以做一切的干锅,要说它有什么缺点呢?那就是太辣了。 除了这点,我真的再也想不出其他缺点了,无敌好吃,能吃辣的一定要冲。 为了节省大家的观看时间,这些配料我都提前准备好了。 这款麻辣香锅里面一袋是有两包的,一包是干锅酱,还有一包是干辣椒酸。 鸡爪子冷水下锅,加入去腥三件套,大火煮开后撇漆浮沫,捞出再用温水冲洗两遍,然后直接丢进压力锅里面。 这一盘卤鸡爪的配料也放进去,再加一勺饮两圈生抽,让它有个底味,再来两圈的老抽上色。 没过鸡爪的清水,盖上盖子,大火压制上气后,再调成小火压十分钟。 鸡爪比鸭爪容易烂,我个人建议不要压制脱骨,那样的话会影响口感。 另起锅烧油,我今天用的是菜籽油,菜籽油一定要烧狠一点,再把这一盘里面的配料放进去,还有麻辣香锅料。 如果不能吃辣的话,就直接用它这个自带的辣椒断就行,不要再额外添加,就没有那么辣。 炒出香味后,可以再加一点生抽,蚝油,松鲜鲜,盐就不用再放了油,香锅酱里面是有味道的,除非你煮的分量特别多。 那就先尝尝再决定。 调味料搅散之后,下入鸡爪,快速翻炒一两分钟,那每一只鸡爪子上面都裹满干锅酱汁。 出锅之前放入葱段,最后不怕辣的强烈建议一定要来点辣椒面,这才是灵魂啊。 又香又辣的,真的连骨头都入味了,越嚼越香。 下酒下饭,甚至是当个追记的小零食,都是绝绝子。 赶紧收藏起来,艾特尼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那位给你做吧。